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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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陪牌 其實我讓你當店這種下櫃 你聽懂嗎 那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給我走著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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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了兩個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他說 他走了 你希望怎麼樣 你希望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你希望 小姨的事情 我早就跟我老婆講過了 我說我這件事情 我一定把不勝姊姊的 黃小姐 他要改也可以 他就算要改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像以前說 不是 他不改他也老了耶 他還能怎麼樣 可是愛是要付出的 你不再付出他也不會再付出 大家都不付出 永遠正愛到最後 對啊 沒辦法生在那裡 好 我就建議 他如果再犯錯 什麼東西就是你的了 好 所以說這一次 剛剛我們提到 有兩次的婚外情 這是第一次 這個小姨還沒有結束 中間還有一段是不是 結束了以後 結束了以後還有一段什麼 還有一段 一段什麼 所以說江山一改 本性難以 是 後面的那一段是什麼 然後之後沒多久 這是一個夜夜總會的小姐 主店的小姐 吳先生你是去蝙蝠店還是製服店 我覺得很好奇 他連一雙鞋子都買不起的人 那個基本 基本消費都要破萬分 所以他為什麼這個部分他花得起 對啊 奇面是 所以他氣得很 他很生氣 我們在旁邊聽的都生氣了 都生氣了 對 在家裡很小氣 在家裡的他就很小 女生叫什麼名字 女生叫什麼名字 我可以講 那是有時候是交際應酬 那是不得已的 那是爆公帳嗎 那女生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爆公帳 那叫什麼名字 還有花名吧 花名叫什麼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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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露露這個人 有沒有露露這個人 有啦 我老婆每次都要 最過氣的事情 那有什麼意思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然後這個多久以前的事情 那個 那紅掌作戲的 沒有多久吧 沒有多久了 一兩年前是不是 對 差不多 好 好 就是露露這位夜總會的小姐 今天我們也請到露露來到現在 露露來了 救命啊 更年輕耶 好年輕 露露 露露來 露露妳好 妳就是 妳現在目前還在夜總會上班嗎 是 在哪一個 哪一種 妳是屬於 我們剛剛那個秦瑋在問 是露露店還是製服店 製服店 製服店 製服店比較敢玩 妳怎麼跟我們那個 吳大哥認識來 因為就是 他人滿好的 就是常常會跟 帶朋友來店裡消費 對 因為應酬嘛 然後 算是我們店的常客 然後 算是你們店的什麼 常客 常客 黑檔你又沒來喔 黑檔又沒來 黑檔又沒來 結果呢 然後就是有時候跟他聊得還蠻 聊得來的 然後他人 他人很好 消費又很大 他有沒有 消費很大方耶 一般我們知道酒店來講 都是用框的嘛 有沒有框妳出場 沒有啦 是沒有啦 沒有嗎 對啊 是有時候下班的時候 可是會買妳全場啊 不會嗎 就是宵夜出來吃飯 對… 就是下班的時候約我出去啊 是 來 直接問重點啦 那個吳先生有沒有跟你做過S 沒有 沒有 那還好啦 沒有 沒有 怎麼會有感情到外運嗎 他這個不能就是說我們不 不表示說我們在那個夜總會裡面坐 或是在酒店裡面上班 就出去做S 那這個是代號嘛 對… 可是有的是因為有感情的 這個S不能算 沒有拿錢的就不叫S 對… 對不對 他們有可能是因為後來有感情的 發生關係也有過 有沒有 就唯一的一次就是我喝醉酒了 不曉得 然後你也沒付錢嘛 因為這次真的有感情的嘛 你喜歡LULU嗎 你喜歡LULU嗎 我是認為大家都是好朋友 LULU 我不可能跟她 年紀跟我相差這麼大 我不可能的 但是我太太一直認為說 這就是外衣啦 我看你的年紀好像比我很小耶 難道你不會覺得 你幾歲 可是人家這麼久而已 你幾歲… 22 難道你不會覺得這樣是在搞亂的嗎 不會啊 LULU 你跟吳先生發生親密關係 是真的愛他 還是希望說他做你永遠的恩客 繼續捧你場 你是哪一個原因比較多 是愛他 第二個原因哪 第二個原因嗎 這永遠的恩客 永遠支持他 為了生意這樣 也是需要啦 就是因為我 現實面是有好誠實的 你的付出 你會永遠的付給我嘛 對… 有時候我們去捧場啦 他花一點錢 這也是一種消費啊 就像你買東西一樣 你要給錢啊 但是有時候他當然是 有時候我到家裡 他會打電話說 店裡面沒有生意啊 叫我去捧個場啊 但是老婆就認為 這樣就是外衣 這種電話為什麼不打手機 為什麼要打到家裡去氣老婆呢 老婆認為這是外衣也沒錯啊 有時候晚上我手機會關機啊 你既然有這種鬼外的行為 應該手機要24小時開 我認為是沒什麼樣啦 甚至家裡的電話不能留 既然這麼花心的話 真的還是離婚算 你們在這樣一天到那場 好 沒關係 他現在退休了吧 大概也比較 老婆已經講到嚴重的話了 聽到這樣子的話 其實今天是來理解一些事件 老婆已經說到重話了 如果這麼花心 到現在你還不承認 你的錯誤的部分裡面 那乾脆離婚算了 好 LuLu 謝謝你了好不好 LuLu 看到這種狀況 好 LuLu 我們讓你說一句 來 有沒有什麼最後 最後跟吳大哥要說什麼 來 其實我也不想破壞你們的感情 很好 然後你們自己家務事情 還是你們自己去講好了 不要把我牽托下去 好 不要牽著進來 對 下次捧場照歸捧場 對 捧場還是要來啦 對 現在才是虛榮級的學生 捧場照來了 最後還你也順便跟我們的黃小姐說 來 吳太太 你們自己的事情好好處理啦 不要走到離婚這條路 對啊 然後我會檢討自己 我不會再跟他有任何聯絡 這麼好 請坐陪審團這個位置 這麼優秀 來 請坐一下 好 這就是LuLu最後的告白 其實LuLu今天來 我們都會覺得了不起 難得他願意上台 來跟我們講這一些 好 這個時候 我們請陪審團這邊 來 請就坐一下 好 這個問題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外遇的問題 我們陪審團怎麼樣讓我們 我們的男女主角這個時候 吳先生吳太太 能夠得到一個滿意的解答 這個時候我們的建議書 非常重要 讓吳先生怎麼樣能夠 一個果決的決定很重要 等一下 好 建議書也正一定了 待會兒會給你們最好的建議 好 這個時候我們希望你們 面對面來面對面 其實三十年的感情 當然非常的濃厚 這一段感情其實不容易 要建立這麼好的一段 三十年的情感 當然中間會有很多的問題 今天就是來做理解的 我們這個時候 請他們兩個來說一下 不要拋開一些不好的 有沒有什麼感人的故事 有沒有要對你好的時候 是什麼呢 說出來給大家聽聽看好了 我們先請吳大哥先來說一下 來 請說 其實從認識你到現在 我一直認為說 我對你千心付出啦 為什麼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好多個女孩子也對我 獨獨挑你 我相信你應該感同身受啦 或許這段時間我做錯一些事情 但是我希望你喔 也當原諒我 不要在今天每次都一提過去的事情啦 活著我們的婚姻 真的隨時都還是會有 會有毀滅的一天啦 我希望我會有改 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改 我是認為我對你還是很真心的 其實我都一直在念著說 過去的那一段感情 中了你 有歪意 我還是一次一次的原諒你 有歪意 我還是一次一次的原諒你 一次一次一次的原諒你 對 要不然那個陰影 你說那是那麼容易 那麼容易釋懷的嗎 當然需要一段時間 好 陰影永遠是不那麼容易釋懷 需要時間 需要什麼樣的時間呢 需要一堆愛的一個時間 相互給對方愛的時候 這個陰影自然就抹滅掉了 好 好 我們的建議書也出來了 來 好 其實我們 我們的年紀都比他們小 小很多 我們只是旁觀者輕 是 因此聽聽看我們的建議 好不好 來 南方的建議是 尊重家人的生活品質 第二 當花則花 當用則用 不用再斤斤計較 一毛不拔 第三 愛護你的另外一半 即婚姻精神 決心結束所有的婚外情 我們的秦大哥特別 OS 你趕快下班買個鑽戒送給老婆 老婆就原諒她了 多付出一些愛 對 再來女方我們給你建議是 家和萬事心 如果她真的改過就原諒她 最重要是你要原諒你自己 好 放上來進行我們最後的抉擇了 剛剛我們這個陪審檔給你們的建議書 大家再思考一下能不能做到 如果能做到的話 大家可以和解 如果不能做到的話 可以兩邊走沒關係的 好 我們來看看最後應該怎麼發展 來 請就位一下 好 兩位來進行最後的抉擇 倒數十秒鐘 來 好 吳大哥 吳太太來 請抉擇 日音與席靈會如何抉擇呢 分手雷台 請抉擇 我好 老婆 從認識到結縣三十幾年了 雖然我有那麼多的過氣 我知道你很難忍受 但是那些事情都已經過氣了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高过去的事情 要珍惜现在才是真的 而且现在小儿子都长大了 我希望你以后我们过我们自己真正的生活 我跟你保证 我对这个家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还是对你还是爱着你的 好 黄 黄 你要不要这样子吗 爸爸都已经说 他会跟那个婚外情断得一干二净 那既然这样子 为什么不给爸爸一个机会呢 就当是给我们小孩子一个机会吗 说有那么容易吗 如果说他有诚心的话 我一定会感觉得到看他有一个表现 对啊 那你就给爸爸一个机会表现 好吧 好吧 好 好 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有希望一个家庭里面 多难得维系这么好的一个家庭 这么久的一段感情 也有三个小孩作为人 作为政绩 最好的一个政务 那这么好的人生里面 怎么可能舍得分开呢 我敢说他们好久没有抱在一起了 记得下一次吵架在怨恨对方的时候 记得今天在节目的拥抱 好 除了我们常说要拥抱 最重要常说一句 我爱你这句话 看到他们这么开心 最后能够拥抱在一起 这个家庭 是为我们大家而祝福的 所以大家 请永悦的报名男生叫我们分手 A台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